大家好,我是4D班留学书 我今天要介绍一次我的勤的经历 有一次我二年级那时候 第一学段的考试成绩非常之差 尤其是中文 中文科那时候我好像只有七十八十分 那时候我非常之不开心 于是我变下定决心地去改过 在第一学段和第二学段的考试期间 我很努力地温习 就算不在爸爸妈妈补习老师的得促之下 都会自己温习 例如有时候会抄一下中文课文 自己读一篇中文课文 去看看课外书 之后在第二学段的考试那时候 我就很努力去做那份中文试卷 在做中文试卷的过程 我都有很多东西不懂 但不过我都没有这样就这样放弃 我会试试将自己懂的东西填下去 在之后公布成绩那时候 我非常之惊讶 因为我竟然获得了全级中文科的第一 那时候我非常之开心 在那时候 爹地妈妈立刻带我和我去庆祝 这个故事教我做凡事 就算失败了都不能气馁 一定要核定决心改过 去到成功了那时候都不要骄傲 要努力改进 多谢大家